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市府大厅迎接蔡适应委员来访 两人一起走进市长室并且握手制衣 而这也是两人在选后首次的会面 沿双基隆交通议题气氛相当而融洽 特别谢谢我们蔡委员今天能够跟国梁一起来讨论一些交通的议题 那因为国梁很想要争取这个基隆到南港的台椅子打车 那因为我们选区的唯一委员就是蔡适应蔡委员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跟大家报告 也请同署长帮他跟他分析一下我们想做的事 另外蔡委员也长期在关心9026 而且这几天都很积极在协调 那我也非常感谢以外也想要跟他讨论一下 这个市府跟交通署这个路线的了解 那我们是期盼两个办公室能够共同来解决这些通情组的问题 刚刚很谢谢大家今天早上都来关心 那我刚刚也当面请托了蔡委员有关于这个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针对9026我们也了解蔡委员办公室有花很多时间协调 那我们也很感谢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那因为他会议比较急 所以他有说一下跟大家打声招 他先赶到下个会议 那我就想说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很感谢蔡委员这段时间对于这个客运路线的协调 那我也邀请他 因为这个基隆南港直达车这个事情我是相当的重视 我们请我们同事拿那个背板过来一下 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基隆南港直达车 它大概是一个直达的概念 那我大概在10年前担任立委的时候 曾经争取过两班的直达车 第一班就是大概基隆到南港也是直达 那这个部分耗时是23分钟 那我们目前未来也是要争取 我们希望在8点的整点左右 也能够争取到一班这样子的这个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那另外大概是在7点34过去我们所争取到的这个基隆到八堵 然后到台北站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我过去争取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基隆 可以大概在8点左右 这是每天是有整点的概念 那具体起站的时间 我们希望还是这个跟台铁能够继续来争取协调 那也会由交通处王俊宏处长来负责这个专案的一个窗口 那我是希望基隆到南港之间有一个直达车 那这个就有点像上班专车一个这样子的味道 上班专车 就是8点准时开动 然后大概8点23这个能够到达 那我跟各位媒体报告 这个是我们跟交通处所规划 理想上想要争取的班车 不是已经定案的 所以跟大家讲 不是已经定案的 跟检讨人力一样 不是已经定案的 就是8点出门出发 然后我们希望8点23可以到南港站之后 大家可以去转成 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很想争取的 那我们过去其实曾经也争取过了 这时间比较久远了 那那个时候的南港站 这个其实跟现在南港站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争取到这一班 相信对于大台北地区转成的基隆通勤族 我觉得一定会有蛮具体的一个帮助 那另外基隆有八堵 然后直接到台北站的 已经都已经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这个蔡委员的协助 他也允诺会帮忙 那我们下礼拜我也会去拜访两个党团 首先要去拜访国民党党团 那另外我也有请我们的邱贝林副市长 帮忙联系民众党党团 尤其是邱成元总召 他也是基隆人相当关心基隆通勤的问题 我这几天也有电话给邱成元总召 跟他报告说 我希望来民众党党团 跟他请益跟请托有关于台北直达车的问题 那他也允诺下周会碰面 所以下周我会跟邱贝林副市长一同去拜访国民党党团 一起在民生跟交通议题方面 共同来为民众谋福利 民主选举就是这样嘛 这个一定会有一些激烈的竞争过程 那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能够尽量在竞选过程这种 有一些枝节的一些问题 尽量在选后 大家都能够这个化干戈为玉帛 然后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对基隆的市政 跟民众的权益 大家一起努力 那这一点我也很感谢蔡司令委员 我们刚刚谈论到几个问题 他也特别跟我谈到了这个基隆捷运 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问题 那我也非常感谢他的提醒 那他也有特别跟我说 只要有一些跟中央争取的一个案子 是基隆相关的 他都可以来协助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模式 是相当的契合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他 那当然就像您讲的 如果选完了嘛 大家就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 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为了基隆市民众的权益 我想这应该是基隆市民不分蓝绿 希望看到大家来共同努力合作的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向女童阿嬷 拍谁致歉也想抱抱慰问受伤的四岁女童 不过女童很害羞一直黏在妈妈身上 没有让市长靠近 谢国良则是在中山区长陈信雄陪同下 致赠慰问品和红包为小女童压压斤 市长谢国良表示 她是在中家新闻脸书上 看到这则新闻后 特地亲自登门探视慰问受伤的女童 也感谢张炳君议员的反应 让市政府有改善的机会 避免再有小朋友受伤 谢谢议员过我们 我昨天晚上滑手机滑道 我说哎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我昨天是滑脸书 中家的滑道 我会请民政处这边 特别跟各个区的区长 去公所大家联系一下 希望孩子要出来玩 一定这个环境要安全无语 可是我们要理解到 外在的环境的风雨 真的会影响到一些邮局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 做一些更多室内的一些环境 金融的孩子真的也蛮需要的 女童阿嬷童大姐 也感谢市长的关心 她会说出这件事 只是不愿意再让不知情的孩童受伤 谁拍手不晓得说 没有主要的用意就是 怕小朋友其他小朋友都受伤 接受女童阿嬷成情的示意 袁张炳君表示 这处新启用的亲子公园 非常受到欢迎 因此希望市政府可以多加注意 使用上的安全和维护 所以现在其实它广受我们中山区 很多大小朋友的喜爱 是 只是说当然会有一些些 可能因为使用率太高也有可能 是不是造成这样子 变得说它在那个溜滑坡的 它应该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 可能保护装置啊 只是说它毕竟是橡胶 变得它有点断裂的时候 我们拿起来 昨天试过 甚至我讲一挂 这边就一套很清楚 对 那因为它是坡嘛 如果你不小心滑下去 比如说要是正面 眼睛要是这样 小孩都在头上这样撩 我看过很多 我这边也会 中山区公所区长陈信雄 则表示这些公园 都有未使用的小朋友投保 市长谢国良当下指示 要尽快简洁协助女童理赔 我们有跟保险公司 有给他们联系 尽量理赔程序弄得简单的 不要给 对对不会不会 我们会就是说你 那你找人帮他办一下 对对我请理干事 请理干事来协助他 好好谢谢 谢国良也向张炳君表示 激动多雨 这也是他有心要在各区 设置室内型儿童游乐活动场所的规划 也欢迎议员可以协助找寻适合的地点 做一些室内的 要让你们听见 有有我有看到 对对对对 好不好 如果你有希望我们跟您配合 在中山区放在哪里 因为我今年前两座 为什么讲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我也跟你解释一下我的政策 因为那两两 说百日两座 其实是我想办法叫你去捐的 对 所以我没有编公屋 可是今年我就想编几个 如果你有兴趣 我可以放一座在中山区 好谢谢 地点可以那个 我的这个预算才不想做几百万 所以拜托你们离职一下 谢国良也再三交代区长 公园溜滑梯的胶条 这几天要尽快修理好 不管是假日或平日 他都会陪同市立员张炳君 一起再到现场视察修理好的设施 让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安心使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若石幼稚园小朋友带来火力精彩的演出 画面现场是基隆市卫生局举办的卫生保健志工表扬活动 全市的卫生保健志工共有一千多人 协助卫生局在各角落服务民众 今年共颁发166个志工奖项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佟子伟都亲自到场颁奖表扬 由衷感谢志工们无私的奉献 首先我真的看到各位姐妹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你们过去来的辛劳 真的是让我们卫生局跟卫生所的业务 尤其在疫情期间可以顺利的进行 我还是要深深的一举功 谢谢各位姐妹们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 那在疫情期间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尤其打疫苗 然后呢在疫情期间调派人力服务民众 这都是非常辛苦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些志工伙伴 对这个整个我们基隆市的民众的付出 所以今天来特别表示一个最诚挚的感谢 那也了解到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小爱爸爸很谢谢大家 也很谢谢他们平日的辛劳 那有大家的帮忙 不管我们在疫情多困难多艰困的时候 都是在场的各位在现场 包括排队啊 帮忙给水啊 提供各种服务 让我们的市民感受到我们卫生局的用心 而且也帮我们卫生局让我们金融市政府 省下1400多万的这个经费 非常感谢大家 我用一鞠躬来谢谢大家 谢谢 那有谢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科长 我们卫生局的同仁在这个疫情过程中的努力跟辛劳 让我们可以继续来一起加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和谢市长 我们市政府跟市议会会有共同的平台 为了让我们市政可以更好 我们希望以沟通代替对抗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一起加油 感谢大家 今年卫生保健志工服务时数 共达到88651个小时 以基本工资换算 相当节省公帑1000多万元 74岁的保健志工林玉妹女士 担任志工超过14年 这次荣获全国志愿服务金牌奖 服务时数累积8000多个小时 帮助别人 有啊 就是我想我昨天讲的 就是一个有一个病人 就快99 快100岁了来 我真的感觉到现在 以后床造真的是很重要 我想感觉有人带的话各方便 没有的话你看 他一个人来摸不到酬戏 都我们一直带他带到他知道这样子 当志工的话感觉到会更年轻 有时候感觉到说出来的话 像我们朋友他们 他们在家里的话 真的没当志工 感觉到就老化比较快 我们这个感觉到当出来比较快乐 他们就好像我们为争取所 推动业务的双手 协助的双手 对真的非常感谢 那今天透过这个的活动 只是表达我们卫生局跟卫生所 一点小小的心意 一个表扬 另外还有摩采 表示我们的对他们的无私 而且大爱的一个表现 表示一个非常崇高的敬意 好 仁爱区王敏龄441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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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 121号 121号 中正区刘宇燕 121号 121号 市长团队为大家服务 提到观光 您最爱基隆哪一片风景呢 基隆有山有海有港湾 具备丰富多元的元素 交织出特殊的迷人风貌 相信基隆庙口夜市 与仁爱市场的美食 早已经征服不少人的味蕾 和平岛公园特殊的地质景观 阿拉宝湾的绝美日出 还有就近欣赏基隆雨的 优美身影与海贴一色 属于基隆独门的风景 让人用视野画出 大自然的美丽线条 基隆的美会字体发亮 基隆更有不少历史故事 等您来了解与看救 城市的形象价值 与定位是核心 也是启动人们认识城市的 第一眼印象 我们不想让基隆 只是繁华城市的复制品 我们想挖掘与确立 基隆无可取代的唯一 我们想让市民 与来基隆旅游的旅客 能与基隆有更深的连结 创造每个人与基隆 独一无二的关系 我想引用小王子的一段金句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 不要抓一批人来搜集材料 不要指挥他们做这个做那个 你只要教他们如何渴望大喊 那就够了 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对基隆有渴望 我们一起来把基隆画出全新的魅力 让基隆有爱 好吃 好玩 好趣 而接下来最热闹的一个基隆观光活动 就是2022跨年晚会 以摇滚基隆成为主题 邀请七组实力派乐团现场嗨唱 搭配国际知名烟火设计大师 黄俊豪老师操刀的海港烟火秀 欢迎民众12月31号一起到国门广场来跨年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在东信国小校长带动下 基隆市议会校园议长佟子伟和市议员陈怡 带领小朋友们一起大跳健康操 虽然户外下大雨 室内却充满阳光和朝气 基隆市信义区东信国小举办 岁末连欢采艺大会 展现小朋友在校学习的各项采艺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和市议员陈怡 以及姓绿里长吴明达等人应邀出席参加 小朋友和家长几乎集满整个礼堂 非常热闹 议长通知委强调会继续支持 全市各国小打造为特色学校 让小朋友们都可以好好学习 曾树华校长过去在暖江的时候 就把暖江的小朋友训练得非常的好 让暖江呈现一个非常朝气蓬勃发展的状态 我相信在曾校长带领的我们师生 所有团队之下 我们东信国小未来也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那东信国小过去也有非常优秀的传统 培养我们很多优秀的人才 我们希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重视 全市各校的发展 让全市各校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色 让我们的小朋友也有很好的环境 然后我们会持续努力 本身也是校友的大学姐陈怡也表示 很开心回到母校欣赏小学弟小学妹们的表演 更感谢家长们的支持 让东信国小不断进步 今天陈怡很开心回到我的母校东信国小 然后看这些学弟学妹们的碎末表演活动 因为我知道我们东信国小的这个国院的相当的出名 然后今天也是回到母校看看这些学弟学妹们 然后也感谢家长的支持 学生家长联盟总会长李静雄 感谢野力挺家长会和学校 持续办理好各项教学活动 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学习课程和环境 因此特地制证大红包四万多元 给东信国小家长会 由会长潘亮成代表收下 也由校长曾树华回赠感谢牌 感谢对东信国小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加油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谁又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希望 没有WiFi 我都不怕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要让小朋友快乐健康长大 父母亲从小的陪伴很重要 小爱爸爸 激动市长谢国良 特别参加社会处 在暖暖亲子馆举办的 爸爸快闪同乐会活动 带来自己女儿 小爱最喜欢的企鹅故事绘本 亲自读故事给其他小小朋友们听 分享好绘本好故事 除了宣导性别平等议题之外 也宣导爸爸和子女之间 陪伴共读很重要 可以鼓励更多的爸爸们出来 说故事给孩子们听 当然妈妈是最重要的家庭的依靠 但是我们会鼓励更多的爸爸们 也多讲一些绘本故事 给不只是家里的孩子 还有暖暖亲子馆这边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那我今天也挑了小爱最喜欢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包括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以及社会处长杨玉昕和暖暖区 三位市议员李敏勋 连恩典以及陈冠宇等人 都亲自参加这项活动 市议员们都很支持 也希望市政府可以持续 让暖暖亲子馆更好更方便 让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 目前到我们暖暖亲子馆的这个公车 可能是比较 大家没有办法有一班公车 直接到我们亲子馆 那我们未来也是希望说 可以来跟公车处这边 或是说交通处这边 来做密切的讨论 希望说能够有专属的车 可以直达到我们暖暖亲子馆 让更多我们的家长们 更多爸爸妈妈 知道说这个地方 那进而进来我们暖暖亲子馆 体验我们各个大小的这个活动 那亲子馆未来活动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争取经费 来帮助暖暖亲子馆 100个超人爸爸讲故事的活动 其实是我们很想要平衡一件事情 跟带动一件事情 就是让父亲有机会 跟孩子亲近的相处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它非常非常有趣 很多爸爸在开始讲故事的时候 他会担心不知道怎么讲 那但是他讲了30秒 讲了一分钟他会发现 其实跟孩子的故事简单 跟他可以达到 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落实 就是我们要讲 亲子平权 很好很好的方式 看到有些阿公阿嬷陪伴孙子来到现场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以后的这个场域 必须要再增加 我想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体验 也能够协助这些 特别是上班的妈妈 让阿公阿嬷有一个 让幼儿有一个很健康 有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让他们来成长 小爱爸爸很有小朋友园 小朋友边听故事 也主动靠近小爱爸爸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强调 未来将在各区设置 80到100坪不等的室内型游乐场 让亲子同乐是施政的目标之一 大概是80坪到100坪大小 然后呢有邮具 六滑梯 球池 气球屋 超级市场等等 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积极的推广当中 我们希望在三四月 就有一些初步两座左右的进度 到时候再给大家来报告 那相信小朋友会喜欢的 对 除了读故事绘本之外 现场也安排大家 手写许愿活动 让暖暖亲子馆如何可以更好 谢国良希望增添更多的七儿绘本 另外也和小朋友们玩亲子手绘兔子迷宫游戏 社会处长杨玉欣呼吁家长们 多多带着孩子一起到各区的亲子馆 绝对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像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会看到 它非常有创造性 就是让大家思考 你自己来设计一个迷宫 然后画的时候你就要有逻辑 你就要开始思考 然后你这个娃娃要走什么路线 它会好玩然后又能走得通 这些都是有创造性的一个学习 所以亲子还可以一起工作 所以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活动设计 又很有趣 这个是让孩子们的多元能力的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赔力 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活动在这里 非常多 欢迎更多的爸爸妈妈带着你孩子 一直到我们的亲子馆来体验 来学习来享受快乐的亲子时光 最后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也致政参加活动的每一位小朋友 一本绘本作为礼物 也和办理活动的社会处团队 亲子馆人员以及市议员们一起合影 感谢大家的辛苦 让这场活动圆满顺利成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包括基隆市旗袍爱心协会会员 以及市议员联恩典一起蹲下来帮忙孩子们 换穿新的跑步鞋试试看合不合尺寸 虽然之前已经先丈量过 农历新年快到了 在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居中牵线下 基隆市旗袍爱心协会特地捐赠 19双全新跑步鞋 给暖暖区暖江国小的弱势学童们 帮助他们在年前有新的鞋子可以穿 也让校方非常感动和感谢 配合我们中正区旧国团的郭会长 捐赠我们学童鞋子 然后在这寒冷的冬天里面 可以让小朋友有一双温暖的鞋 然后温暖他们的心 让他们可以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然后快乐的成长 他们孩子在获得这个讯息的时候 其实非常从开始在丈量 他们的尺码开始就满心期待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 一个爱心的一个捐赠 那这个爱心一样就同理讲 他们会穿得暖暖的 然后同时能够未来他们 未来会用比较正向的一个行动 跟更好的一个体育表现 来回馈我们这些爱心的捐赠 市议员联恩典非常感谢 也肯定旗袍爱心协会做爱心 不但暖江国小弱势学童受惠 也捐新鞋给其他四区学校的学童 总共捐了269双新布鞋 帮助269位弱势学童 从9月开始有基隆四个区 那也捐了269双 那今天来到暖江国小 这是最后一站 那也发了19双给这些需要的孩子 我想孩子在成长当中 特别是在小学 他们成长特别快 那可能不到一年 他的脚又长大了 那借着爱心旗袍协会 这样子很实质的 能够来帮助这些孩子 在家庭有比较不足的地方 来满足这些孩子 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一个很健康 也很顺利的成长 旗袍爱心协会表示 如果鞋子尺寸有不合脚 将再更换合脚的新布鞋给学童 对于有新鞋可以穿 小朋友们都好开心 也大声感谢旗袍爱心协会阿姨 和议员叔叔的爱心 谢谢阿姨叔叔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可以记的任务咯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没有WiFi 我都不怕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